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疫情刑事虐,零息更恐慌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新指數跌了969點,收報23,063點 成交較上禮拜比較少,不過也不少 有1588億,1588億 今天港股,上禮拜五由低位反彈 不過今天又下來了,去23,000邊 曾經跌穿過23,000 上禮拜,其實在視頻跟大家講到,都是 不要那麼勇注,不要覺得一定是升的 結果今天又跌回1,000點 現在夜期,其實又低水到98點 即是說跌到22,100幾點 這一刻的夜期,已經跌穿了上禮拜五的低位 上禮拜五恆指的低位是2,2519 夜期現在都低了幾百點 而2519,上禮拜講到 即是說,月線圖有啟示 即是說月線的支持位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這個月線的圖 現在來講,明天又會再考驗這個位 為什麼今天,港股又這麼差呢 又跌九百幾點下來呢 剛才講到,是因為疫情刑事弱 最新的疫情,真是可以說是沒有眼看 爆到在外面,爆到得很厲害 其實很早的時候,我曾經在視頻跟大家講 即是內地不害怕,外圍害怕 即是內地的疫情,那時候開始看到有緩和跡象 雖然大家很斟酌,數字那些又說不可靠 說不可信,我明白 大家一定會有很多挑戰 但實際的趨勢就是,內地現在比外面好很多 現在內地的數字,是8.1萬宗,即是確診個案 海外現在,是累計去到8.8萬宗 已經超越了內地 單日新增的確診數字,是1.3萬宗 一日,1.3萬宗 其中意大利,只是這個國家 已經有單日確診,是超過3,600宗 累計去到2.5萬宗 意大利,也是對的 因為它,上星期才開始封城 實際上封城要7至10天左右 數字才會見到緩和 在這7至10天裡面,數字應該會上 以意大利的民眾,他們不是那麼願意戴口罩 可能不止7至10天,可能要2個禮拜到3個禮拜 其實這個在武漢封城,在南韓大休市那些情況 其實都是大概2至3個禮拜,它就會到達高峰 然後就回落 現在,所以要捱時間了 在這段時間,在意大利會爆得很厲害 現在意大利爆得很厲害 就是意大利以外周邊國家,例如法國,西班牙 甚至乎是德國,甚至乎是英國 都會陸陸續續出現災情 因為當時是沒有封城 人們不斷流動,不斷流動就不斷爆 今天的意大利爆得很厲害,就是明日,或者過一個禮拜 其他國家,或者就算沒有意大利那麼嚴重 大家都不要小看那個情況 就算意大利一半的嚴重 都要很長時間 美國又如何呢 美國就是上星期周末期間,剛剛才說什麼呢 就是緊急狀態了 全國終於緊急狀態了 即是,連特朗普都要去測試一下 是不是中招 幸好沒事 不過這樣說 大家不要以為一定 現在經常都這樣說 你今天測試完 可能明天都會中招 美國人排隊去做測試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但是其實測試完,你今天沒事 都不代表你明天沒事的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都是說什麼呢 是可能封城,或者家居隔離 那些才是比較能夠妥善處理的方法 暫時現在看不到什麼 真正對疫情有很大的幫助 除了意大利那些 開始會慢慢 現在是開始封城 都要一段時間去達高峰 然後那個數字回落 大家如果看到意大利 如果是這樣 就是西方國家看到意大利 採取意大利的方法 不要說一定學 中國或是學南韓 意大利的方法 可能疫情就會舒緩一些 這樣就會好一些 好了,疫情是一個關鍵點 但是今天這麼恐慌拋售 除了疫情之外 就是因為突然間聯儲局 在今天凌晨清晨的時候 突然間宣佈說 降息一來,直接降到零 突然這樣 爆威爾這個真是很奇怪 為何會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只是一個原因 他現在不是真的疫情 是因為特朗普 不斷指著他來罵 直接說了一個字 一個字 英文字叫demote 大家知道什麼叫promotion 升職 特朗普說demote 即是降他職 特朗普說 我可以 其實有權 是什麼呢 就是將他降職 雖然現在不再考慮 他這樣說出口 說出口之後 歐洲又爆發 爆威爾 不要煩 整天總統 有一次過將他降到零式 還要等多三天就開會 都不等了 直接降到零 在香港開市之前 亞洲區開市之前 零了息之後 好還是不好呢 如果這個金融上高 就真是 唉 這些這樣的 出乎意料的事件 未必一定是很好事 首先 上個星期跟大家說過 如果零息的話 就會令到很多套息交易那些 需要平盤 蓋倉 第一件事受惠的 就不是說零息很受惠 美股期貨 就一聽完零息之後 是抽回一點點 就是反彈了一點點 在周末的時候 本來跌四五百 反彈了一點點 但是之後 就立即再插下去 就什麼 就已經去跌到停市了 接著輪到亞太區又恐慌了 今天港股低開之後 一直就向下了 那零息會令到很多對沖 或者是那些套息交易那些 蓋倉 蓋倉 蓋倉完之後 其實大家 就只會把那些錢 第一件事走 那如果你看 黃金 減息減到零 都是陰燭地砍下來 都是陰燭地砍下來 不見得有什麼好 美國十年期債息 減息完息 照計它應該會下一個息 不是的 它又是陽足抽上去 即是說 那些錢 都不是避險 你零息完之後 應該這些會受惠的 譬如說黃金 債會受惠 但是不是 他們的錢都是走 就是平倉先 因為很動盪 動盪到什麼程度呢 今天 香港的VHSI 香港本地的波幅指數 都升到六十幾個巴仙 美國現在未開 估計今天 又衝到上去應該過七字頭 即是回到2008年 金融海嘯的時候 最差的情況 好了 即是意味著 大家都擔心一個很大的波動 很恐慌 疫情仍是弱 零息更恐慌就是這樣 雖然聯儲局今天 其實是做事的 他就和很多各央行一起去減息 或者是用這個貨幣政策 包括什麼呢 今天其實還有新西蘭 央行宣布減息0.75厘 將指標利率由1厘減到0.25厘 新西蘭大幅減到0.75厘之後 現在輪到澳洲高息 澳洲的0.50厘 看來都是要減的 日本那些零息 日本央行就說會量化寬鬆 提高ETF購買度 美國也是說QE 買7千億資產 7千億美元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現在這麼大規模的金融市場 現在這樣殺下來 7千億其實都不是很夠數 雖然美國等於二十幾個巴仙的資產負債表 現在資產負債表大概三萬億左右 現在會增加大概二十多個巴仙 所以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一下子說增加二十幾個巴仙的資產負債表 看來很多 看他會買什麼 現在都未詳細公佈得完 再等 好了 今晚美股又怎樣 看來都是低開的 看來都是 可能7個巴仙 即是他已經停了一次 可能都要再拔制 是不是可以指到QE 就要看 不是貨幣政策這些 就要看財政政策 或者是究竟有什麼 聯合抗疫的措施出現了 例如上星期美股彈回二千點 本來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他就說要進入緊急狀態 全國 以及封了歐洲 現在說到可能英國都會 不可以進入美國 說這些措施 美國人聽完之後就開心些 受惠的 但是這些措施 又不是完全解決得完問題 你本土現在都在爆 那怎麼辦呢 看看會不會還有多些措施公佈 所以整體現在的 都是一個亂局 亂局之後 那怎麼辦呢 恆新指數 看看他有沒有機會 下市 這個上升軌 我覺得有 輕微跌穿都不出奇的 這條軌是可以輕微跌穿 當然疫情受不了控的話 不要說輕微跌穿 再下跌 都有機會 現在來說 每天一千點都很等閒的事 所以你說 會不會跌到二千二或者以下都有機會 不過這樣 恆新指數 今天 其實如果你看它本身是一個身懷六甲 即是一個代變形態來的 那不是好樣 首先 不要當它好處 不過這個 即是說 其實 明天 即是關鍵是可升可跌的 那明天 現在都是先預先下跌 先預先下跌 大概去到二萬二邊 那本身 現在十四天 RSI 已經去到二十一了 超賣了 超賣得很重要 低於三十超賣 估計它明天會跌破二十 最好就跌到十七以下 十六點幾 十五那些更好 即是代表什麼 不是更好 即是好像這樣 即是說 這個有機會 是真是看到底 再多一隻腳 這裡其實跌來未穿 這個頭肩頂 穿了頭肩頂之後 第一隻腳在這裡 3月9日 第二隻腳在這裡 如果明天再多隻腳 加上這個超賣得很厲害 那隻腳就比較可信 所以 還有 這麼長期的上升距 輕微跌穿它 殺一殺 也都很正常的 殺一殺 當然不一定要穿得很多 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九 即是上星期不低 你殺穿它都夠的 都已經夠殺的 即是不一定要說 對到它兩萬 或者多少 但是對到多少 不是我決定得到 要是今晚看那個美股 以及近幾天的形勢 會不會聯手再做事 其實在貨幣政策上 都聯手再做事 中國都今天 都已經是降了準 不過大家都可能覺得 都不夠 不夠 永遠都不夠 現在這些情況 今天A股都跌幾個百分比 三個百分比 不好養的 先看這個A股 就是什麼 磚頭破腳的 一枝大陰燭 都不好養的 所以其實都是要聯手做事 都要聯手抗疫 日股也都是 一直在滾 不好養的 好了 明天 如果今晚美股 假設它跌 美國的政府 再加環球 記得 主要是歐洲那些 聯手來抗疫 做一些措施 或者有機會挽回信心 因為大家已經 其實 那些央行已經講到 好像當年 2011年 2012年 歐洲央行 要對抗歐債機的時候 就是 Whatever it takes 無論怎樣 都要保住 現在的央行已經出到這樣的絕招 美國已經減到零息 它已經盡力了 接著要等什麼 就是 美國政府 或者聯手 七國 央行之後 七國政府是不是肯聯手做事 包括中國 中美如果一起聯手抗疫的話 推出一些措施的話 那港股有機會了 就是再跌多一天 就是見底 所以上星期五 我講到 就是說 對抗重 可以等等 最後我說 就是留得青山 再喇叭 沒有柴燒 今天 如果明天再下 就可以考慮 入第一柱 當然 如果你保守一點 就高息股 如果不保守 還未大一點 那兩隻 譬如騰訊 明天再下 你分多少 分三至五柱 明天不要買完 因為都是不知怎樣的情況 會不會跌穿兩萬 有機會的 所以不要買完 可以考慮 入第一柱 明天低位 這樣才進 好 今天分析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